欢迎来到皮皮韩剧周铺 今期有收视盘榜 马克思威方程式 大叔的身份 千差是谁 时空的设定 事不宜迟 Start 这星期只有7部韩剧 我们来看一下 第7位 Channel A的《芳言的芳言》 第6位 NBC的《当我最漂亮的时候》 第5位 TVN的《恶之花》 大家有没有狗血脱气的感觉 明明已经遗布了共犯 但它依然都可以抢枪 其实第15集就可以是大结局 第4位 SBS的《你喜欢布拉姆斯吗?》 第3位 TVN的《秘密森林仪》 第2位 TVN的《青春记录》 朴宝剑孙的收视节节上升 好厉害呀 第1位 SBS的Alice 虽然这两集的节奏有点慢 但收视依然无敌 我们继续深入分析 时空杀手留下了一堆方程式 尹泰伊查到周凯文写论文时引用了 原来这些是Maswell Equations 马克思维方程式 实在为什么要留下这些方程式呢? 要解开这个谜 我们要认识三个科学家 和两大物理学之处 它们分别是 是爱因斯坦、牛顿 同与这两大科学巨人齐名的马克思维 两大物理学之处分别是量子力学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上一条片讲过爱因斯坦挑战量子力学的大佬波尔 这条片 爱因斯坦挑战时空巨人牛顿 在三百多年前 时间虽然是看不到、摸不到 但牛顿认为时间对世间万物都是公平的 无论你是国王还是乞丐 所以牛顿这个绝对的时空观是一个天经地义的常识 1864年 一位天才数学家马克思维用他的方程式证明了 无论电磁波或波长如何 他的速度都是一样的 即是光速是相同的 1905年 称之为物理学的奇迹年 一个在物理学界没有任何地位 只是在瑞士专利局工作的26岁的小职员 他在脑上做了一个思维实验 假如我和光飞得一样快 我会见到些什么呢? 地面上的你 见到我和那束光 过了一个小时 都没有拉开过距离 但我见到光一会就没了影 如果我们两个都见到真实的东西 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就是我的一秒钟等于你的一小时 我们感受到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这就完全颠覆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 牛顿认为时间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 这个石破天经的理论 正正就是沃因斯坦的合议相对论 沃因斯坦还提出了四维时空的概念 时空是可以被弯曲、被摘叠的 蛤?手机吗? 没错 原本两个很远的点一摘叠就近了 就好像由香港去伦敦 不是由地球的表面飞过去 而是在地球那里打个洞 穿过去就可以大大地缩短了一个路程 这个就是崇动的推论 所以在艾莉斯剧中 尹泰伊参与崇动计划 要解开时空之谜 而未来的杀手写了马克示威方程式给她 原因就是 崇动穿越的锁匙是相对论 而她写的马克示威方程式 就是一束照亮相对论的光 杀手为什么要这样做? 她根本就是挑战和囂张 你解不开时空之谜 我就透露少少线索给你 但都没用 因为我下一秒就会杀你 不知大家觉得怎么样 这两集最令人惊讶的应该是大叔 他照顾了博振谦这么多年 难道真的立身不良? 好像是他杀了博振谦 但如果他想杀的话 不用等那么久 一早就有机会落手 但他很可疑 绑架了所长 想要预言书的最后一页 他还拿走周凯文的资料 不让警察追查未来杀手 他会不会在博振谦妈妈的死亡之夜 刚刚遇到先生那班人 达成了某些协议呢? 譬如潜伏在博振谦身边 帮他们拿预言书 而先生就帮他穿越到过去 救他有心脏病的儿子呢? 不知大家觉得怎么样? 这个疑问大家都相当好奇 根据官网的资料 所有人物已经登场 那个先生已经是其中 他应该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上一条片由时空穿越的角度 分析了先生是谁 今次由爱情的角度分析 断脚的杀手说过 先生可以是男是女 这两集 未来杀手不断追杀尹太医 我非常大胆地想到两个人 室长同记者 两个人和尹太医都是情敌 尹太医死了之后 他们两个人在爱情上获利 室长喜欢破阵天马白 不想尹太医的存在 他都不希望尹太医他们研究重动 破解到穿越之迷 这样会破坏了爱丽丝的时间旅行 当他见到尹太医被杀手 拦着脚脚的时候 他没有打算救他 也没有告诉朴震迁爸爸 大家还记不记得 那个时空中介人 他死在停车场 是谁最清楚的位置 派杀手杀他呢 失掌有这个嫌疑 他可能是先生 也可能是先生 派在爱丽丝的奸细 另一个猜测就是记者 他喜欢朴震迁 如果没有尹太医的重动研究 没有时空穿越 朴震迁未必会死 所以尹太医消失了 对他是利好的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大胆的推测呢? 这个星期我们可以看到 尹太医和朴震迁一样 在生死存亡之制 时空卡会救他的一命 主角的光滑 他们可以穿越时间 但朴震迁回了过去 而尹太医去了未来 究竟时空卡精准使用 需要什么规则呢? 要继续看下去才知道 但朴震迁的爱情线 应该就很明确 就是和一个 和自己妈妈好似的人谈恋爱 他妈看了预言书 知道他和尹太医相遇 之后会在下一年死亡 所以要他避开尹太医 现在尹太医 知道了朴震迁的未来 应该就会在一年内 尽快解开时空之迷 避免他被人杀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这星期分享的内容不多 就说到这里 喜欢的话可以按like和订阅 下次就可以第一时间 收看最新的一期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